好在连环涨价的风潮 习急之下 现场员网购也不能幸免了 到底有哪些名店也要涨价呢 撕开包装 金黄色凤梨酥钢拆封 浓郁的香气和便宜价格 成为店里的人气商品 但最近有点含涨 店家也要涨价 营物料对我们来讲 至少涨幅有20至30左右 那像店会来讲 以我们来讲 它等于就涨幅了三分之一的价钱 然后拿起来 民生物资涨不停 就连曾经获得台湾 百大伴手里的店家也顶不住 原本平易卖的盒装凤梨酥 因为物料调整 不论是网购还是现场取货 全都从130元改到150元 一次就涨了20元 涨幅高达1成5 另外一家知名网购店家 也熬不住涨了1成1 当然是不行啊 当然是材料再涨 是没有办法了 调一两块OK 不要调太大 民众大喊吃不消 但是其实现在网购业者 以及伴手里商家 都已经有了涨价的想法 但是只要一涨价 就会流失客源 因此有业者宁愿自行吸收成本 像是宜兰益顺轩 和知名诺贝尔店家 把货力压低少赚一点 公司这边目前是没有调涨的那种 那个那个讯息 对 讯息出来 所以啊现在短期内 我们是不会增加一些客户的负担 有电双涨情况下 店家考量涨价与不涨价 哪种才是最好的获利策略 成为店家最伤脑筋的难题 专顺林胜利问题 宜兰采访不到